我想請問一下就是有關林志堅的論文抄襲 那你有什麼樣的想法或是怎樣的看法 就是如果今天一個大學生抄了這個論文 同樣的東西 那他可能被發現之後 可能會被惡意 可能會被盜 抄襲這件事情是不好的 可是很多台灣人會認為說 我今天只是參考 很多事情都可以用參考來去定義 要說他很廣 他很廣 要說他很嚴格 他也很嚴格 尤其在議員身上可能 只是想要大字化小 小字化五這樣 就是抄襲 這件事很嚴重 可是像平民大學生 高中生 就是說考試作弊一樣很嚴重 可是如果他只是說 這是跟他寫的答案一樣 那就是正確答案 你也沒什麼證據說他就是抄襲 所以你不能說差不多 就是你們覺得 他這樣子算是抄襲嗎 我沒有看過他的論文 但我自己是有寫過論文 所以我認為說 其實我們覺得要是有要求那個 論文的抄襲的比對 所以 那個其實送那個比對 很快就知道有要抄襲了 所以就是直接放到那個 比對的那個系統裡面嗎 對不對 對啊 這個其實很容易就可以逼出來 我想問就是你們覺得 對於一般平民老百姓 或者是因為他是政治人物的關係 所以才會造成是一個這麼大的風波 我認為政治人物本來就是 這些事情會被放大解釋 但是不管是不是政治人物 這個學術倫理 念大學或研究所的時候 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論文 或者是你的一些研究的結果 它必須是出自你原創的 基於它的本意 它並不是只是讓你 或一個學歷過水而已 這樣大一點的話 是對人類的未來是很幫助的 或者是對某個產業 是有所注意的這樣子 不依照學術人物 讓這些學生同學的教授 也有一些問題的啊 那這件事情 你覺得應該要怎樣去 讓它落幕 解決這件事情 很簡單嘛 它送進去那個論文抄襲的 那個檢驗系統 出來有多少辦法 因為它會有一些字句的 誤判 所以它就是我們學校 它的要求是大概10%以下 但是我認為這個 列出來的話 其實很明顯就可以看出來 它到底是不是抄襲 而是抄襲的話 我會覺得政治人物必要 先願意面對錯誤 沒有抄襲的話 那這件事情也可以落幕這樣子 沒有看過實際的論文長怎麼樣 然後也沒有去看過 據說它抄襲的部分 所以沒有辦法很明確地說 就是到底有沒有 如果有的話 你就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你論文要發表 就念了研究所來說 我們都是要跑 論文 比照系統的 所以 如果你有確實做這件事情的話 抄襲這件事情 不應該發生 現在爆出來這件事情 假設是真的話 就會 懷疑說 當去畢業的那所學校 墮實學術人理這件事情 他們的執行 可能沒有這麼確實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那你覺得這件事情 應該要怎樣讓它落幕 會不會落幕要看就是 挖起這個議題的人 他的目的是什麼 但是如果單就客觀地去探討 學術人理這件事情的話 它會是一個檢討的案例 可以有一個正向的影響力 會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都不會再放鬆 我們再放鬆 一下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